美国国卿蓬佩奥10月9日在接受一档广播节目采访 回答有关亚洲北约问题时表示 川普政府已经组建了由美国领导的 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个民主国家 组成的对抗中共威胁的联盟 他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固定下来机构化 这是美国在全球建立反共联盟 阻止其霸权扩张的一部分 周二 蓬佩奥在东京与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 举行了四方会谈 就印太地区的安全等重要议题进行协商 蓬佩奥表示 奥巴马 拜登政府与中共合作 甚至对中共的屈膝 让其肆意猖獗地伤害美国重要利益 川普不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如果中共说了而不做 川普政府要让中共为此付出代价 新唐人记者李澜上进综合报道